滾圓一整片嚴重積水 甚至還越淹越高 淹到民眾的膝蓋 凱米颱風直撲宜蘭 造成各地區災情不斷 三星鄉24號晚上淹水 十多戶居民緊急撤離 隔天一早居民趕緊回到家裡清理 昨天這個颱風過境之後 其實宜蘭三星這個地方 淹水真的是非常的嚴重 可以看到這些大小朋友 他們都拿著這個拖把 正在進行清理的這些動作 可以看到其實地板上面 都還是濕大大的一片 就是因為昨天這個水 真的是淹得非常的誇張 家具都嚴重泡水 讓不少民眾好無奈 就泡水了 現在都濕了 都淹到這裡了 都濕了 而在東山鄉的三祈村24號晚上 同樣淹水嚴重 根本看不見回家的路 所以很嚴重 就是要到我們家那邊 最深的地方 已經快到吉凶這邊了 對啊 現在已經都已經退了 我已經就找到我回家的路 幸好一早水都退得差不多 不過居民種植的玉米田 卻損失慘重 這個水稻田 他們才剛採收完畢 因此是逃過一劫 不過在更後面的玉米田 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他們原本是8月3號 要來進行採收 但卻因為這個凱米颱風來襲 讓3萬元的收成 全部化為烏油 居民實在好無奈 東山鄉鄉長表示 會淹水的主要原因 是因為當時附近林河原座的閘門 沒有開啟 水排不出去 才會造成淹水 鄉長保釋第一時間 有跟縣府反應 但縣府卻回應 依照SOP不能打開 後來才決定緊急開啟 水財終於退去 TBS新聞綜合報導